廢格信,轉手圍攻 第一次上,第二次再保重 還未出到家綺或阿天 這裡寧空交給Tommy 再上場的時候,看到防守 咪直的手 低位,吳俊恩,一個後轉身 有點甩手,行不行 不行也不要緊 豬亮能夠維持 廢格信 豬亮能夠維持 這個球也是 其實廢格信這兩次入球 第一次是不行的 對,他今天很入局 這個球很頑皮 這個球很犯規 今年是入局的 這個球是世界上保護籃球 殺出一條去路,打敗範球 這個數據對於他來說 我想是濕濕碎的 家區進來了 看看會不會推廢節奏 今年以身材來說 沒說去年那麼穩定 這邊是二打的機會 少華記得被對方計算到 這邊是廢格信一車 加拳足球 撞過去了 大踏步,很威武 這邊殺到一、二步上籃 要停止球 因為其實他… 其實在較早前 APL 東方也有用到他 用了球場的闊度 這個攻勢 博到犯規 又送了 拖到最後 6秒 鏟了 過來 精華了 蔡再琴右路 鏟到一、二步 大踏步 看不到廢格信 廢格信 蓋過來 哇 在那個球 電板之前 封到那個球 所以這個是一個合法的封阻 好 spacing不是那麼漂亮 做一個long two 哇,今天手工 順 沒錯 反而我覺得廢格信 應該給完球 馬上跑上去前場 可能在高位 或者中場 接應會比較好 不是向著球 打手 或者是拔球 都形成了UFO 好,轉了防守 2、2、1 來的 死位 不過很快拆了 交到廢格信 這些位置沒有了 轉邊漂亮的球 教導師 wide open 哎呀 入球就有點可惜 反饋這個球 只見第三次過犯了 歐陽維歌 3分1,4 不行 踢隊用到11個人 也是在暫停的方向 你都說到的 就是不要叫過 廢格信在這個位置啟動 選擇呢 就是剷一個邊線 博到反饋 就是 阿楊說到 攻擊重量這點 三範 第三次可能會用到 就是 吳俊欣比較多 看Man Sir會叫他暫停 如果這個球進了之後 另外說到廢格信 我覺得 一定要少些 讓他在後場拿球 拍球上來 多些參與 可能在佛球線 甚至在葫蘿頂拿球 再攻進去 這邊 葉俊傑一直往右邊 拉在裡面 後門 給了廢格信 太鐵藍底 但幸好在這邊 藍眼底再獲得兩分 他的死角位 對於康會比較好 大甲信 看到幾個球員 圍著他 已經是舉直 舉直 手了 羅以靖追 追著英俊傑 哇 漂亮 一個金球 又是 看看高位 Tommy守住他 撐不住 一個是雙手的大力塞進 這個球 少華馬上吹哭聲 彈上來 後面 王爵 最後有廢格信 在這邊搶回一個進攻籃板 歐陽維光 分出去 進攻時間12秒 廢格信這個球 能放到範圈 贏就行了 張彥龍 用手掌 沒有時間了 最後也是成功 給了廢格信的獻防 都看得很穩定 找中間插中 沒有 不要緊 哇 都是真是 那個高人能力真的很好 其實阿楊 現在有個數字 對於滿冠不是那麼健康 是得廢格信 一個人覺得得均 是上了雙位數字 是 張品賢都 四範在身 轉過來 隔壁 扣得很漂亮 這個球 後轉身 找到位 搞定 阿楊 你打低位 你一定要跟我們說 這個動作 後轉身 再挖一挖 找到屍家路出來 沒問題 但這個球 推了陳章敏犯規 好像有點冤枉 沒辦法 陳章敏犯規 如果我的角色出來 真的是拼搶 有時 十六分 可以慢慢打 這個球 Tommy 好球 用一個側身上 我們看看 較早前 這個球 這個球跳起了 側身 當你左手 肩膀可以擋住的時候 右手可以 對面的張品賢 甚至就是 張延龍還要好 畢甲信 終於入了滿冠 今天第一場 第一球的三分 如果你說誰會入三分 會是林海光 歐陽維光 甚至乎張慧康 這些選擇 看見又是做一些球 第二時間再上 很難擋住對方 始終防守比較高 這個對方是抹到球 所以繼續延續 但你說 如果有這些早上 食證就是肺甲算不煩 再看看這個球 一二步 從三分 踏起第一步 所以阿楊 今天 看到第四節 剩下三分半的賽事 我們可以看到兩隊球隊的 進攻的 有甚麼不同 就是一隊是打天津 團隊的 在這一段 藍華球的移動 都是… 你看到 強弱邊是分到 83比69 勝出這場賽事 對…